借大使看一下 中国大陆跟澳大利亚的关系 其实将了很久 四年来几乎不太往来 但是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 是四年来首次到了北京 三天的访华行程 2019年来 两国最高贸易官员的对接 他也会跟王文涛见面 同时澳洲的报纸是说 也会邀王文涛访澳 然后前往什么 前往他位在南澳洲的 家庭葡萄园做客 拉亲近拉感情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过去我们看 他要寻求龙虾牛肉葡萄酒的解禁 过去在这方面闹得非常非常的僵 但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媒体 他说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领导的 遏止中国力量联盟的一部分 所以有美国外交官 其实私下警告过澳大利亚要谨慎 但是看一下澳大利亚 也要走自己的路 国家利益最重要 与此同时呢 讲到这个领导人习近平 习近平最近有一段画面 蛮吸睛的 很少看到他出现的时候 戴着口罩跟墨镜 当然这个领导人 过去都是他旁边的队伍 戴着口罩 他通常不戴 但是他去这个考察 河北的这个雄安新区 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央视播放的画面 难得看到他戴墨镜跟口罩 很多人就在想 是不是眼睛最近不舒服还怎样 不过当然同一个时间点 这是室外 确实是阳光很大 另外一个现场 我有看到他在室内 跟一群老人互动的时候 当时这个眼镜就是拿下来的 口罩拿下来 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异样 所以破除了所谓 他健康有问题的一些传闻 随行旁边的包括蔡奇 包括丁薛祥 包括李强 这个三个常委跟着 尤其是这个李强 罕见的陪同 那这什么意思呢 当然这个很多西方 很多台湾比较清律的 都是这样讲 说习近平是一尊的地位 率领去抢救 这个烂尾形象工程 这个雄安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房地产卖的很贵 所以你怎么看待 这些在习近平主导之下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 因为画面很特别 我们稍后会放在大框 给大家看一下 在习近平主导之下 大国的一个外交 对 我觉得就基本上 先讲雄安这个 这个照片我觉得很正常 为什么 我一点觉得有什么 不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在户外照 对 太阳很大 而且是在工地照 在工地的话是尘土飞扬 当然戴一个口罩 又是大 又是这个暴露在这个 整个户外 那天气又那么好 戴太阳眼镜 对 你知道现在这个 紫外线对于这个 人际眼睛 这个白内障 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都是完全正常的 对 换了我们也可能会这样做 也是会这样做 也是会这样做 只是比较少见 比较少见 对 那这个雄安新区 我觉得就这应该是 在习近平 应该是他前两任之内 就定下来一个 很宏伟的计划 他不是 这个我觉得说烂尾 根本就是有一点就瞎掰 因为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计划 他是要分把 等于说是 北京的一些首都的功能 都要移到雄安新区去了 因为北京已经过度发展了 那这是一种疏散的 一种概念 等于某种程度来讲 是另外一个北京了 那它中间是一个 整个一个新城镇的 完全的建构 那我觉得这是中央的计划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中央政府 对于首都 北京首都的扩大发展的 一个很雄伟的计划 所以你看到三常委一起 就表示这个怎么讲 就非常的重视 习近平在这里说 雄安新区从无到有 堪称奇迹 对 而且是非常雄伟的计划 那不会说 两年三年就完工的 它是一连串整个计划 那等于说将来 可能中国大陆很多首都 现在北京扮演的 很多政治的功能 有一部分都要移到雄安了 那这个雄安跟北京 怎么对接 雄安本身怎么样规划 那是一个等于 有一点点像这个印尼 在这个 自己建立一个新都 像这个埃及建立一个 新首都的 类似的 只是说它跟原来的首都 是一个很接近 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计划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我不晓得是雪梨科技大学的教授 为什么会有这个角度 去看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有一点离谱 我觉得有离谱 众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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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中的都知道 反中的 反正就是 一定是畅衰的概念 我觉得这里 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而且它如果一般人不太了解 会受它的这个 这个报道的取向的影响 那像我觉得我一看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离谱到极点的评论 对啊 因为今天就很多 我们看到西方美国 我觉得是因为去年 过去这两年碰到疫情 所以施工当然会受到影响 对 那这个也不可能就是说 短期就会有一个 马上就建成了 这个不是一般的 什么小区住宅建设 这是一个整个城市的 城市的一个 新城市的一个建设 那这跟澳洲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 走得很慢 那么看起来走出一些结果了 那对澳洲跟 这个中国大陆关系 跟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 完全不一样 澳洲是中国 中国大陆跟他脱钩 经贸部分跟他脱钩 现在澳洲拼命想把 这个贸易的关系 再重新怎么连在一起 那美国跟中国大陆 是美国想要跟 中国大陆脱钩 可是美国脱不掉 这是美国的问题 那今天澳洲 要中国大陆跟澳洲 经贸脱钩太容易了 你说他的葡萄酒 南非的葡萄酒就很棒 智利的葡萄酒也不错 阿根廷现在有葡萄酒 到处的话 中国大陆献葡萄酒也很好 在甘肃的好多葡萄酒 都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 你这个本来你就不是一个 必要的民生的产品 而且竞争对手这么多 所以对中国大陆讲 你政治上 中国大陆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前总理自由党的 Morrison 为什么会突然 对中国大陆翻脸 他的感觉是突然翻脸 过去中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 可Morrison就突然翻脸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当时 在那个错愕之下 有立刻就反制 那进了他龙虾 进了他的葡萄酒 进了他的煤 铁矿砂还没有 大卖也进了 所以对澳洲的经济来讲造成重创 那么也造成Morrison就下台了 那Morrison下台以后 现在爱班尼斯他是工党 工党的政府在澳洲过去 跟中国大陆比较 本来就是比较好的 自由党的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党 只要上台的话 一定跟中国大陆 一定是找大陆麻烦的 这是他的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工党的这个政府上来 他就一开始 他就慢慢他在寻求怎么样 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 说实话 中国大陆对澳洲 还是听其言关起先 还是开放的慢慢的 你看从去年开始 澳洲换总理政府 到今天已经到今年年中了 才让他第一个官员 踏上中国大陆 可见这个澳洲关系里面 谁需要谁比较多 就很清楚了 澳洲需要中国大陆 如果中国大陆继续 把澳洲酒排在外面的话 那么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澳洲的整个的 这个葡萄酒庄 这个生意会重创 那另外一方面 澳洲里面本来有几个州 就是说本来看是谁执政 如果工党执政 本来跟中国大陆关系就很好 那现在这些在工党再回来了 我觉得他们不断的在努力 你看到的努力都是澳洲在努力 那这个是澳洲政府务实的一方 可是有的人就说 那澳洲为什么在安全上 在很多地方 还是跟着美国附和 你这为什么不退出四方会谈呢 为什么这个不跟美国停止 这些军事演习 我觉得对澳洲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这一方面 他只是他的声量降低了 可是既有的架构 他很难退出来